第二个问题 是学生自出生后就学父 没上学前 心一直很亲近 但心随着社会的大远钢 燃了我的亲近心 我应该如何才能抵御诱惑 使亲近心重新回来 这的确不容易 已经被染污了 再把染污洗出干净 是一桩很难的事情 那你要问有什么方法呢 我简单给你提供一点方法 第一个 崇敬以后把染污离开 不要接触的 我学父 26岁开始 以后渐渐明白这个道理 大概在三十几岁之后 好像是三十三四岁之后 我不看报纸 不看杂志 不看电视 不看这些锅物 这些东西全部都断掉了 为什么呢 这些东西是严重的染污 所以心底比较清净 一直保持到现在 那么在26岁之前 我染污比较少 也就是这些接触 时间短 我喜欢读书 大部分时间都在书本上 所以能保持有一定的清净程度 到后来学佛 这些东西全面断绝 那每一天看的是佛经 听的是佛号 接触的是学佛的朋友 这就清净很多 这是在现在的社会 是大染缸 我们自己要能够坚持 还是可以有办法的